太空深处不明星球惊险人类造物主 科学考察队前去探索 却发现造物主居然想要毁灭人类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胆小鬼店频道 我是胆小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不明星球惊险远古生物 人类探索小队险些遭到全灭的故事 故事开始 远古时期的地球上各种景色美不胜收 一艘椭圆形的飞船停在了瀑布上空 飞船走后 一位全身白色的壮汉 喝下了一杯神仙快乐水 随后全身开始变黑 最后掉进瀑布里领了河饭 幻名一转 时间来到很多年以后 人类科学考察队在一个洞穴里 发现了一幅奇怪的壁画 壁画里的人用手指着远处的几颗球一样的东西 负责调查的肖博士和查理认为 这是人类的创造者给他们留下的信息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去寻找生命的起源 多年后的一天 人类坐上普罗米修斯号飞船 开始往太空深处进发 船上一共17人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女主角肖博士和他的男友查理 飞船漫游过程中所有船员都进入休眠状态 只有一个叫大卫的生化人在看管飞船 闲着无聊的时候 大卫会查看其他人的梦境 也会像人类一样打篮球看电影 甚至将自己的头发梳头成大人模样 以此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真正的人类 不久之后飞船靠近目标星球 大卫负责将飞船里的其他人都唤醒 这些人里面除了科学家之外 还有负责安全的古佣兵技术员等等 所有人稍作休整后被召集开大会 负责会议的是金发妹 会议开始 一段全息投影出现在大家面前 只见一个叫威兰德老头走了出来 他是威兰德公司的创始人 也是此次行动的幕后大老板 而且还是金发妹的父亲 老头说这段视频是在很久以前录制的 所以等人们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他多年来都在研究人类的起源 直到几年前才有了重大突破 然后安排肖博士和查理讲起了主要任务 多年前肖博士从世界各地考古发现了很多壁画 这些壁画都是古老文明 而且时间相隔数个世纪 不过里面都提到了LV223星球 所以这次他们就是来这颗星球寻找人类的创造者的 他们称创造者为工程师 会议结束后 金发妹将肖博士和查理叫到自己房间 告诉他们两个 飞船登陆后 如果遇到生命体 千万不要和对方交流 也不要有任何接触 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他一个人报告 肖博士和查理本不想听他的 可无奈人家是老板 也就只好乖乖听话 众人稍做准备之后 开始在星球上着陆 由于星球上存在3%的二氧化碳 人一旦袭入很快就会死亡 大家穿好防护服 准备进行第一次实地勘察 几人开车前往一处圆形建筑 从建筑的下方进入了建筑内部 其中一个人拿出侦察机器 开始对建筑内部进行扫描 扫描处的图像都被穿回飞船内 形成立体投影 随后 几人走着走着 发现里面的空气居然可以正常呼吸 再也不用带防护罩了 路上大卫摸了摸墙壁上类似开关一样的东西 随后一段投影开始出现在动人面前 只见几个体型高大的人跑了过来 不过最后一个人似乎被门夹死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些人就是工程师 几人追过去一看 还真的有一个外星人被门夹断了头 看到死尸后 人群里有一个地质学家和一个生物学家坐不住了 嚷嚷着太危险要回飞船上去 肖博士看两人如此的怂包 于是也没拦着 那两人走后大卫尝试打开大门 经过一番摸索 他还真的做到了 门里面的巨大头颅开始出现在大家面前 不过除此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黑色的小罐子 罐子里满是黑色的不明液体 这时飞船检测到 有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他们袭来 船长立即下令将众人召回 肖博士等人匆匆将头颅打包带走 大卫则趁大家不注意带走了一个黑色的罐子 随后风暴向他们袭来 几人紧赶慢赶终于跑回了飞船 进入飞船后 大家才发现 之前走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走丢了 船长利用无线电联系上两人才得知 这俩二伙居然迷了路 船长告诉两人要等风暴过后才能将他们接回去 飞船里 肖博士将巨大头颅的头盔打开 然后给里面的人头注入电流 结果人头居然睁开了眼睛 不过电流似乎不太好控制 人头很快就炸掉了 没错 是咚的一声就炸掉了 肖博士拿着剩下的一部分 检测出工程师的DNA 居然和人类的DNA一模一样 这也就意味着工程师的确很有可能是人类的创造者 另一边 大卫偷偷偷将黑色罐子打开 从里面取出一滴黑色液体 不过 他知道要想搞清楚这黑水究竟是干什么的 就必须拿个活人做实验 于是他想到了查理 大卫拿着酒假装和查理闲聊 趁着查理不注意的时候 在他的酒杯里放了一滴黑水 之后 查理拿着一朵花去找肖博士谈情说爱 等人谈话中说起了肖博士不能生孩子的事情 查理为了安慰肖博士 随即就和他啃到了一起 当时两人就激情了一阵 另一边迷路的两个科学家一通乱跑 结果在路上遇到了成堆的工程师尸体 似乎这些人死前都在躲避着什么 两人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一只蛇一样的不明生物 其中一人撞着胆子去摸 结果一只手直接被缠住 问一个人去拿刀割 不料那东西居然喷出一股腐蚀液体 将他的面罩融化了 慌乱之中 他直接倒在了旁边的黑水里 被缠住的那人则被不明生物击生了 激情过后 查理眼中开始大量血丝 而船长那边也联系不上失踪的两人 于是安排船员立即出动将人找回来 很快几人再次来到洞穴内部 他们发现了死在黑水里的那个人 而这时查理的感染症状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没办法几人只好决定 先将查理带回飞船治疗 可当查理赶到飞船门口时 身体已经开始不受控制 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选择了火化 另一边 大卫独自一人跑到山洞内的其他房间 发现了一个还在休眠的工程师 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 回到飞船里 大卫给肖博士检查身体 结果发现他居然怀孕了 肖博士想要将肚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可却被大卫打了一针镇定剂 要消过后 两个工作人员前来准备 将肖博士带到休眠舱 进行强制休眠 可肖博士却突然醒来 将工作人员打晕 自己跑去医疗操 给自己做了剖腹产 场面一度让人感到不适 简直看不下去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 博士体内被取出来的 是一只类似于小针鱼一样的怪物 看见这一幕 他立马将手术舱关闭自己逃了出来 这时门外另一个没死成的科学家 自己又跑回来了 只是变异成功的他 已经接近疯狂见人就杀 一巴掌就呼死了好几个船员 最后大家齐心协力才将他火化 女主逃出医疗舱后 发现公司的老板居然没死 原来他特意跑来这颗星球 就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术 随后他安排大家带好装备 再次进入洞穴 这一次他们见到了活生生的工程师 大卫想和工程师聊一聊 不料立马就把对方的脖子给扭断了 另外几人也没能逃过一劫 老头大概到死都想不到自己会被自己作死 只有萧博士离得远跑了出来 工程师复活后启动飞船 准备带着飞船上的黑水前往地球 准备来个全灭地球人 女主跑出来后将工程师的目的告诉了船长 船长一声令下 带着所有船员驾驶飞船 朝工程师的飞船撞了过去 金发女怕死从逃升舱弹了出来 可是却被掉下来的工程师飞船砸死了 果然人固有意思 不被炸死就被砸死 你怎么都得死啊 飞船坠落后工程师逃了出来 准备将萧博士干掉 双方打斗时 萧博士打开了地窑舱的门 然后工程师就被里面 已经变大的八爪鱼给干掉了 电影的最后 萧博士带着仅存一个头的大卫 驾驶着星球上剩余的飞船 飞去了工程师的母星 而那个被干掉的工程师体内 则孕育出了第一只异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是异星前传的第一部 主要讲述了异星是如何来的 片子上映之后好评不断 不过恶评也不少 对于这样一部科幻惊悚片 大概有些观众意识还无法接受吧 总的来说还算是一部良心佳作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科幻大天